还有这个天蠍座的朋友 这个天蠍座的朋友其实在这个遥距爱情上 可能也能够撇脱一点点 对比起这个双鱼座和巨蟹座 但其实他们的情感也很强烈 他们的情感也很丰富 如果在爱上的时候 他们也很想和情侣和伴侣之间 有很多甜蜜的时间 所以一些遥距的爱情对他们来说太辛苦了 他们会觉得是 而且他们的疑心比较重一点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说 你不在我身边 他也很想念你之余 可能会想你真的在做什么呢 所以这个也是对天蠍座的朋友来说 一些遥距的爱情是他们的信心和怀疑心 是一个考验来的 所以这三个其实不適宜 这个遥距的星座 遥距爱情的星座 都是这个水象的星座 其实水象的星座的朋友 始终都是比较疲心一点点 在拍拖的时候 所以都可以去 真的去进行一段 或者发展一段长时间的感情之前 可以多多留意一下 好了今集来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集就再和大家去分享其他的题目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